第2111章泡泡的实例 听到老辈大帝人物这么说 许多人更加好奇了 前辈 他的本体是什么 有人询问 看着就知道了 这一场对决 他多半要露出本体 年老大帝微笑 泡泡的对手 是一个非常魁梧的大汉 身高足足快有三米 浑身肌肉如球龙一般 泡泡在其面前 当真是一个小不点 小家伙 露出你的本体吧 不然 你这么小不点 我还真下不去手 魁梧青年 怒声怒气的道 大块头 别以为块头大就能击败我 想要我献出本体 就看你的本事了 揪揪 泡泡嘟嘴 满脸不屑 脚不点 那我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魁梧青年咧嘴 下一刻 他如一座大山一般 向着泡泡冲去 轰 他一拳轰出 虚空都在震动 这是一个鸿蒙之子 掌控鸿蒙法则 我喷 泡泡叫着 张开小嘴一吐气 一个透明泡泡 直接将对方笼罩 同时 泡泡身形一闪 就消失了 但虚空却泛起了波澜 空间像是一块块镜子崩碎开来 化为可怕的利剑 展向魁梧青年 时空法则 魁梧青年低吼一声 双拳不断地轰出 透明泡泡崩碎 然后轰向那些空间之间 但是 他拳头轰出的时候 拳速变得极慢 如龟素一般 众人知道 魁梧青年 这是被时间之力影响到了 那片虚空 时间减速了 所以才让他的拳速 变得极慢 给我破 魁梧青年大吼 鸿蒙法则爆发 鸿蒙法则 与混沌法则很相似 沉重如山 每一招 都蕴含无穷力量 对方 要以绝对的力量 破开泡泡 时空法则的束缚 果然 对方全力爆发 全速一下子暴增 将空间之箭 全部轰爆 全静不停 向着泡泡轰杀而去 不过 时空法则 变幻莫测 泡泡身形一闪 直接就消失了 穿梭虚空而行 出现在魁梧青年的后方 继续向着对方杀去 泡泡突破五地后 时空法则运用的更加玄妙了 种种莫测的手段 比以前更强 时空灵鼠 天生掌控时空法则 越是到后面 对时空的掌控 越是可怕 不然 时空灵鼠 又岂会被称为 十强战兽之一 轰 魁梧青年 急速转身 向着后方轰去 但泡泡的身影 又消失了 就这样 两人交手了几十招 魁梧青年渐渐失去了耐心 脚步点 你这样和我耗下去 我们谁也奈何不了谁 魁梧青年大吼 谁说的 啾啾 泡泡叫着 突然出现在魁梧大汉上方 双手不断舞动 以魁梧青年为中心 虚空如水波一般抖动起来 化为一道道杀伐之力 向着魁梧大汉杀去 而且在时间之力的加速下 空间杀伐之力 速度快的惊人 瞬息间就杀到了魁梧青年生前 魁梧青年已经在身体周围 度下重重防御 抵挡泡泡的攻击 那里响起了阵阵轰鸣 而这时泡泡张开小嘴 嘟嘟嘟的连续向外吐出泡泡 一连上百个透明泡泡出现 而后又消失 下一刻全部笼罩在魁梧青年身上 大泡泡套着小泡泡 将魁梧青年层层笼罩 破破破 魁梧青年不断地轰击 还要破开这些泡泡 当他将这些透明泡泡 全部轰碎的时候 泡泡不动手了 笑眯眯地看着他 到大块头 你输了 啾啾 啥 魁梧青年一愣 随后四下一张望 一张脸苦了下来 原来 不知不觉间 他已经出了十台的范围 出了十台 就算输了 前辈 你不是说他会露出本体吗 有人询问之前那位前辈 这个 这小家伙很聪明 在对方大意之下 以时空法则 将对方的身形移出了站台 老夫本来以为 他唯有露出本体 才能取胜呢 那个老者有些尴尬的解释 泡泡更强了 果然他跟在我身边 反而束缚了他 不能将时空灵属的潜能 发掘出来 陆明露出了笑容 泡泡取胜 十台飞了回去 而魁梧青年的十台化为 飞灰消散 他只能无奈地退出 这一次十地会战 他是走到头了 接下来 每一场交锋 都非常精彩 可谓是强强对决 甚至有同种法则的上苍之子激战 陆明看到玉和 对决另外一个轮回之子 两人足足大战了上千招 玉和才艰难取胜 但自身也受到了重伤 胜利后连忙疗伤 还有王润 也同他的对手 大战了几百招 也是艰难取胜 不过 有少数人 胜得很轻松 如无良和尚 如今他更强了 几乎以碾压的姿态 击败了一个跨入五地的上苍之子 袁新也是如此 强势霸道 不到十招 就解决了战斗 但是 最让陆明脸色凝重的 便是那一位命运之子 这一次 天骄云集 上苍之子都有数十位 但掌控命运法则的 就只有一位 而掌控混沌法则的 只有陆明和袁新两人 在上苍之子中 是人数最少的 命运之子 实在太强了 深不可测 难以衡量他的战力 因为 他的战斗方式 太奇特了 也太震撼人心了 他与对方交战 只说了一句话 对方就败了 他说 你命运注定要败 然后对方就莫名其妙地受伤 被击飞出十台 这种战斗方式 简直匪夷所思 让无数人震惊 掌控命运法则 可控制天地万物的命运 一个老被大地开口 无数人惊悚 掌控命运法则 真的能掌控天地万物的命运 那岂不是说 他说谁死 谁就要死 若是如此 岂不是太恐怖了 就像神灵一般 主宰一切 不过 又有大地开口 想要发挥出命运法则的玄妙 还是要靠自身的实力 比如命运之子现在是虚地禁 他说要一个真谛去死 根本不可能 对方的实力 完全能抗住命运法则的攻击 众人点头 这样才合理 不然命运法则 也太恐怖了 不过即便这样 命运法则 也极度惊人 许多人认为 这一次 命运之子夺冠 应该没有悬念 第2112章 幼战牧羊 比试继续 只剩下几十块石台 在天空移动 随着时间的过去 数量也越来越少 之后 又有几人 引起了所有人的重视 一条真龙 强大无比 功法之力无双 但是 他身上 没有任何的法则波动 有大地开口 推断他修炼的是太古妖道 太古妖道 也是太古体系的一种 还有另外一人 浑身漆黑 如一座铁塔一般 力大无穷 他身上 好像没有任何能量波动 只靠肉身的力量 生生将一位 跨入五地境的上苍之子 轰得突血飞出了战台 众人震惊无比 有大地推测 这应该也是 太古修炼体系的一种 太古体修 专修肉身 肉身的力量 达到了惊天动地的地步 有大地解释 传说在天界的太古年间 有体修的盖世强者 单凭肉身 就能击落天上的星辰 以力破万法 恐怖到极点 现场想起了阵阵议论 实地会战 当真出乎意料 高手太多了 就连太古修炼体系的天才 都连续出现 太古魔道 太古妖道 太古体修 接连出现 力压上苍之子 许多人都推测 这三人 都有可能进入最后的石墙 接着 路铭看到 恒星河也击败了对手 当初从莲花世界出来之后 恒星河就消失了 一直没有出现 但毫无疑问 这个以前一直占据 原山之地第一天交的人 更强了 他的对手 也是上苍之子 但他依然强势了 击败了对手 引人侧目 恒星河击败对手后 路铭脚下的石台 向着前面移动而去 终于轮到我了吗 咦 牧羊 路铭低语 然后脸色精彩起来 因为 另外一个移动而来的石台上 居然是牧羊 还真是巧啊 路铭眼中 闪过一缕杀鸡 而牧羊自己 也是一愣 随后便是冷冽如刀的 杀鸡弥漫而出 碰 两块石台 碰撞在一起 哈哈 天云 你的运气 很不好啊 这一次 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牧羊发出森冷的笑声 他实在太兴奋了 他一直期盼着 他能碰到陆明 没想到 还真碰到了 这一次 他要一雪前耻 我怎么觉得 我运气很好呢 陆明微笑 天云碰到牧羊了 两年前 牧羊被天云击败 差点淘汰了 不过这两年 天云进步似乎不多 没有破入五地 而牧羊已经成帝 战力肯定在天云之上了 天骄争锋 战力固然重要 但潜力也一样重要 看来天云潜力不行 以后成就估计有限 一些人议论 有人认为陆明战力虽强 但潜力不行 以后即便能成帝 恐怕也很难有太高的成就 碰 碰 牧羊向着陆明踏步而来 一身五地净的修为 展露无遗 气息如狂风一般 席卷向陆明 在那样的环境中 你还没有突破五地 真是废物一个 以后 你永远也不会是我对手 不 没有以后了 今日 你就要死 牧羊冷笑 气息越来越强 废话真多 杀 陆明突然大喝 身形向着牧羊杀去 眼中弥漫死亡之光 迸发出道道灵力的攻击 你 牧羊还想再装装逼呢 没想到陆明突然进攻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他大吼 身形暴退 双手向前按出 虚无法则将陆明的攻击破灭 就算你偷袭 也不是我的对手 啊 牧羊刚要嘲讽陆明一波 但陆明的攻击力突然大增 速度也突然加快 直接一掌击溃了牧羊的攻击 一巴掌扇在牧羊的脸上 牧羊发出一声惨叫 身体如沙袋一般飞了出去 差点飞出了十台 他太惨了 一张脸已经血肉模糊 差点炸裂开了 许多人到西凉期 陆明这么强吗 居然能虐牧羊 卑鄙小人 刚才是偷袭而已 有牧家的强者嘴硬 啊 我要杀了你 牧羊大吼 发疯了一般冲了起来 向着陆明杀去 他爆发全部的力量 哭笑着冲向陆明 一座由虚无法则凝聚出来的大海 向着陆明笼罩而去 本来 他以为可以轻松虐陆明的 没想到刚开始交手 就被陆明揍得那么惨 他恨欲狂 恨不得将陆明大卸八块 陆明尽力不动 任虚无海洋 将他笼罩 给我去死吧 牧羊大吼 疯狂地爆发 他的小世界运转 世界之力和虚无法则配合 要将陆明化为虚无 但是 陆明身体 一条法则之和环绕 不断地阻挡虚无法则的侵袭 法则成何而已 挡不住我 杀 牧羊大吼 虚无海洋 也化出种种功法之力 杀向陆明 是吗 那再加一种呢 陆明淡笑 忽然 他身上 又有一条法则之和浮现而出 这是阵道法则的形成的法则之和 两条法则之和环绕 怎么可能 牧羊抱吼 简直难以相信 陆明 不是没有突破五地吗 怎么能掌控两种法则 两种法则 怎么可能 没有突破五地 居然能掌控两种法则 一种最强法则 一种王道法则 现场 一片喧嚣 许多人震惊的大吼 没有破五地 却能掌控两种法则 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唯有那些大地 脸色平静 并不意外 陆明在之前动手中 很多人就看出来了 今日 沙米 陆明冷酷开口 他双臂一阵 两种法则融合 沐明一掌批出 沐阳的虚无之海 疯狂地震动起来 而后爆炸开来 陆明 前后由五种法则圆满 经过五次淬炼 他的肉身和胜利 都太强了 远超同级武者 他单凭肉身和胜利 都强大无比 此刻加上死亡法则 和正道法则的融合 一下子爆发 瞬间就破了 沐阳的虚无之海 沐阳身体狂震 差点喷出一口鲜血 抓 陆明的身体 如一道闪电一般 临近沐阳 一掌批出 沐阳竭力抵挡 但无用 他的手臂与陆明的手臂 碰撞在一起 差点断裂开来 骨口被震裂 鲜血直流 碰碰 陆明瞬间 批出了上百掌 沐阳竭尽全力抵挡 但每一掌下去 他的手臂受伤就更严重 上百掌之后 沐阳的双手 直接炸裂开来 血肉横飞 第2113章全场接近 啊 沐阳惨叫 脸上带着惊恐 他转身就逃 想要逃出石台的范围 但陆明 岂会让他如意 沐阳 他必杀 碰 陆明踏步而出 瞬间追上了沐阳 一掌轰击在沐阳的背上 沐阳惨叫 他的身体被击穿了 出现了一个前后透亮的大洞 此时 他双臂被废 身体被击穿 战力大减 更加无法与陆明抗衡 碰 陆明身体跃起 一脚踹在沐阳的脸上 沐阳身体重重地砸在石台上 让石台轰鸣 而他身体响起了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骨骼断裂了几十根 接着 陆明一脚踩在沐阳脸上 让沐阳动弹不得 这和沐阳第一次挑战陆明的时候 和其相似 也被陆明踩在脸上 丢近脸面 啊 天云 我必杀你 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沐阳疯狂的大吼 他实在疯狂了 大战之前 他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要让陆明死定很惨 还讽刺陆明是废物 潜力不行 破不了五帝 永远也不是他的对手 但现在开战踩几招 他就像是一条野狗一般 被陆明踩在脚下 这种屈辱 让他发狂 这个情况了 还敢威胁我 陆明冷漠 挥手之间 两道光芒轰击在沐阳的两条腿上 让他的两条腿炸裂开来 啊 沐阳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叫 虽然以他现在的修为 就算只剩下一颗头 他都能血肉重生 让身体复原 但那种痛疼 却是实实在在的 现在 他四肢被废 身体被击穿 遭到重创 痛苦无比 天云 你敢杀我 我沐家强者就在这里 你敢杀我 就要面临我沐家的报复 沐阳大吼 笃定陆明不敢杀他 他阴狠的盯着陆明 只要他不死 将来一定要杀陆明 不管用什么手段 碰 陆明脸色冷漠下来 直接一脚踩下 沐阳的脑袋 就像是一颗西瓜 被踩爆了 之后 有一道灵魂飞了出来 被陆明一把拘禁在手里 这是沐阳的灵魂 此刻 沐阳灵魂的脸上 写满了惊恐之色 他没想到 陆明居然真的敢杀他 不怕沐家的报复吗 你找死 沐家的强者 真的怒了 有人大吼 其实今天 好像整片天地都颤动起来 毫无疑问 这是沐家的大帝 沐阳算是完了 肉身彻底被毁 只剩下灵魂 即便夺射重生 也不会有以前的成就 这让沐家的强者暴怒 立刻就要动手 击杀陆明 但下一刻 起码是有十道冰冷的目光 扫向沐家大帝 沐家大帝好像被一盆冷水浇在身上 瞬间熄火了 一身气息收敛起来 这里是十地会战 朱地狱的大帝汇聚 不容其他人破坏 若是他出手 恐怕瞬间就有一群大帝动手 将他击杀 天云 你最好放了沐阳 沐家大帝不敢动手 只能开口威胁 陆明冷笑 懒得理会 天云 放了我 求求你 放了我 到这时 沐阳真的怕了 他知道遇到了一个无法无天的人物 根本无惧他 陆明眸光冰冷 他根本没有放过沐阳的打算 以沐阳的心性 放过他 可能更危险 肯定会报复 不会罢手 那放不放沐阳 有什么区别 放了你 再去找死神国度的杀手来刺杀我吗 陆明冷漠开口 沐阳愣住了 然后一张脸扭曲在一起 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最后歇斯底里的叫了起来 你是陆明 你是陆明 你没死 沐阳的尖叫 传遍八方 让所有人都听到了 许多人心里大震 什么 他是陆明 那个混沌之死陆明 此神国度的人 不是放话 说已经击杀陆明了吗 难道他没死 很多人震惊的议论 这一刻 混沌之死原心 目光大胜 如两个星辰一般 望向陆明 恒星和气息爆发 浑身沐浴在白色的神光中 您是陆明 他是陆明 秋月 黄灵 龙晨等人 眼中都露出狂喜之色 师尊 肯定是师尊 陆香香 欧阳墨里两人也是狂喜 他们想到 之前陆明为什么帮他们了 他们根本不认识 但陆明却出手助他们 之前他们一直疑惑 现在终于明白了 这一刻 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陆明身上 原来 他便是陆明 一些大地青语 他们早就看穿了陆明的真实样貌 只是他们之前没有见过陆明 所以根本不知道 他就是陆明 这时 陆明并没有隐瞒 他的身体开始变化 露出了真容 真的是陆明 一些见过的陆明的人 惊呼 难以置信 哈哈哈哈 我就说过 陆明怎么会死 慌立大笑 此神国度 还真的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欧阳无双一笑道 少爷 秋月欣喜不已 一些和陆明相熟的人 都是大喜 之前 他们虽然不相信陆明死了 但难免还是担忧 此神国度这个杀手组织 太过可怕了 他们怕万一是真的 此刻看到陆明 他们终于放心 他怎么还不死 一些与陆明有仇的人 脸色也变了 变得很难看 如恒家 贺家 大罗天宗 万家 金乌一族 天狼塔等势力的高手 站在人群中 非常不愤 很失可惜 他们都恨不得陆明被杀了 特别是古月圣地的那些势力 陆明越来越强 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 让他们忧心不已 真的是你 混沌之死原心 浑身被混沌之光蒙照 如依尊战神 明示陆明 他一生纵横无敌 极少吃亏 但当初在混元宗考核的时候 他吃了大亏 被陆明击败 失去了最后的传承 而且 还有混沌帝尊的传承 也在陆明手上 他与陆明 必定要有一战 不对啊 他怎么会是陆明 他不是死亡之子 掌控死亡法则吗 有人冷静下来 终于发现了问题 陆明之前 明明使用的是死亡法则 但陆明 可是混沌之子啊 现场 本来很热闹 很多人议论 现在 一下子静了下来 变得一点声音都没有 所有人都死死的盯着陆明 眼睛瞪得滚圆 恨不得看穿陆明 即便是那些大帝也是如此 还有黄陵等和陆明亲近的人 也是如此 一幅不可思议的表情 所有人 除了秋月 早就知道陆明掌控了死亡法则 别无他人见过 第2114章炸锅了 一个人 居然掌控了两种最强法则 所有人瞠目结舌 难以相信 甚至有人怀疑 是有人易容假扮陆明 但有大帝开口 证明这就是陆明的真实样貌 并未易容 花 建厂炸了 彻底炸锅了 一人 居然可以同时掌控两种最强法则 而且还是在武帝之下 那加上之前的正道法则 陆明岂不是掌控了三种法则 炸锅了 完全炸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天啊 逆天了 陆明要逆天了 一人同时掌控两种最强法则 怎么可能 武帝都办不到啊 最强不相容 这是自古以来的真理 现在真理被打破了 一片喧嚣 很多人大吼 就算许多老辈人物都是如此 主要是冲击太大了 就好像一直坚信的真理 瞬间崩塌一般 心里难以平静 就算是大地 都不能平静了 像是看怪物一般 看向陆明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那些与陆明有仇的势力 如横家等 一个个头大如斗 简直难以置信 哼 这一刻 原心 命运之词等最强天骄 都难以淡定了 身上爆发出可怕的气息 无敌了 陆明大哥哥无敌了 泡泡更是大叫 痴尊无敌 陆香香和欧阳莫离 也跟着起哄 陆明摸了摸鼻子 他就知道 他一旦展露真实身份 肯定会炸开锅 震惊天下 不过 他依然没有隐瞒 因为 后面如果对上原心 命运之词等人 他肯定隐瞒不住 要展露全力 早暴露完暴露 都是暴露 另外 现在天地肉身的能量 已经储存到36%了 他有了底气 少了很多顾忌 若是十地会战结束后 穆迦要对他动手 或者对香香 秋月他们动手 他大不了带着他们跑路旧事 反正天地肉身的防御力惊人 更何况 还有无香大帝 空伯等人呢 此刻 空伯 无香大帝等人 都难以平静 使劲地捋着胡须 他们活了无尽岁月 但这样的事情 也是首次看到 啊 啊 放了我啊 此刻 牧羊更是差点吓死 疯狂地惨叫 一个人 居然能够掌控两种最强法则 难怪战力那般恐怖 他要吓死了 牧羊 当初是你叫死神国度的人 去刺杀我的吧 陆明冷冷开口 陆明 饶命啊 牧羊惊恐大叫 许多人心中一动 看来真的是牧羊所为 他叫死神国度的人 去刺杀陆明 也不知道陆明用了什么方法 居然避过了死劫 而且还让死神国度的人 误以为已经杀了陆明 卑鄙 站不过我师尊 却暗中叫杀手杀我师尊 该死 师尊 杀了他 陆香香和欧羊莫里一份填膺 恨不得亲自出手 击杀牧羊 牧羊 一路走好 陆明开口 岩霸 在牧羊惊恐的目光中 用力一捏 可怕的力量 直接捏碎了牧羊的灵魂 让他魂飞魄散 该死 牧家的大地低吼 眼神极为阴森 一尊上苍之子 就这么被击杀了 他们的心在滴血 王体 就号称有大地的潜力 而上苍之子 无疑更强 突破大地的把握 非常大 甚至能更进一步 触摸无上的天地之境 这样的天骄 任何一个势力 都要当成宝贝 可现在 却死了 当众被陆明击杀 魂飞魄散 击杀牧羊后 代表牧羊的那个石台 化为一阵青烟消散 而陆明回到了石台上 飘了回去 一双双眼睛 落在陆明身上 有些充满了凝重 有些却蕴含强烈的战意 之前 众人没有把陆明放在心上 一个准地 就算再强 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 但现在 不一样了 陆明击杀了牧羊 而且 还破天荒地掌控了两种最强法则 最关键的是 陆明刚才击杀牧羊 并未用出混沌法则 若是用出混沌法则和死亡法则 两种融合 威力会有多强 所有人都重新评估陆明的战力 当然 也有人不看好陆明的 认为同时掌控两种最强法则 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想要将两种最强法则融合 使得威力暴涨 根本不可能 这种观点 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在众人难以平静的心情中 彼是继续 陆明与牧羊这一战之后 场上只剩下二十几人了 可以说 留在现在的 都是强者中的强者 每一场大战 都吸引众人的目光 命运之子 袁欣 吴良等人 依然强势地击败了对手 王润 终于走到了尽头 他遇到了那条真龙 疑似修炼太古妖道 强大无比 王润虽然竭尽全力 但依然不是对手 大战几十招之后 被击败 恒心河 也遇到了强大的对手 不过他自身确实很强 与对手大战上百招 险胜对方 泡泡也击败了对手 当在一次轮到陆明的时候 他的对手并不强 比牧羊 还稍弱一筹 被陆明强势击败 慢慢的 现场只有十三人了 十三快十台 悬浮在空中 彼此打量 这十三人 可以说每一个都非常强大 其中 以命运之子 袁欣 吴良 那条修炼太古妖道的真龙 还有那个太古体修 另外还有一个时空之子 最为受人关注 因为 这些人 两年前就跨入了五地之境 两年后 无疑更加强大 实力深不可测 但是 这些人到现在 都没有彼此相遇 难道 也和十台有关 陆明寻思 或许十台也能大概辨别实力强弱 所以一些最强的人 会自动避开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若是一些最强的人提前遇到 就有些不公了 十台转动 接着两块石台飞了出去 碰在一起 其中一人 乃是命运之子 那与命运之子碰撞在一起的人 脸色难看无比 他居然碰到了命运之子 命运之子 名字就叫做天命 以天命之城为名 可见其心比天高 而他也配得上这个名字 天命一袭白衣 长发及腰 英俊的不像话 如传说中的神灵之子 他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他立身在那里 但身体表面 好像有一层朦胧的光辉笼罩 让他看起来 好像不处于这个世界 第2115章恐怖的命运法则 命运之子天命 是这一次最被人看好 认为夺冠最大的人选 在彼时之前 被认为唯一能和天命争锋的 便是原心 当然 现在浮现出很多黑马 比如无良 如那条真龙 还有那个太古体修 都深不可测 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 天命夺冠应该没有问题 命运之子 掌控命运 无尽岁月以来 都没有出过几个 每一个 几乎都站在了巅峰 成为巅峰强者 你要不要认输 天命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平静而祥和 问他的对手 持强法则 命运法则隐隐要压过其他法则一头 我正想领教一下 那个青年开口 他也是一位非常强大的上仓之子 两年前 就快要成帝 经过这两年的修炼 修为已经达到了一心虚地的巅峰了 他怎么不战而降 天命摇头道 自从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你的命运已经注定 要拜 什么狗批命运 我命由我不由天 无人能主宰我的命运 那青年大喝 杀向天命 你命中注定 要遭雷批 天命开口 微笑依旧 空猛龙 在他话音落下的时候 无尽雷电 凭空出现 向着对方劈去 每一道雷电 居然是彩色的 有五种颜色 手臂那么粗 威力强的惊人 密密麻麻的雷电 直接将那个青年淹没了 那青年长啸 疯狂爆发 用出了神通之术 对抗那些雷电 你的命运注定 要遭火焚 天命又开口 然后无尽的火焰就出现了 都是可怕无比的火焰 将那个青年淹没 你的命运注定 要遭刀砍 你的命运注定 要遭锤击 天命连续开口 每说一句话 他说的话都应验了 各种攻击 不断地攻向对手 无穷无尽 那个青年终于抵挡不住 大口吐血 被鸡飞出战台 而天命 至始至终 面带微笑 一袭白衣 立于石台上 一步也没有移动 超凡出城 所有人都到稀凉气 侵害不已 命运法则 也太恐怖了 难道真的能定人命运 他说对方要遭雷击 就要遭雷击 要遭刀砍 就要遭刀砍 仿佛他在掌控他人的命运 就连路鸣 眼神都凝重无比 天命的石台 飘飞回去 现场还有12人 只要再经过两成比试 就能决出钱十强了 很快 又有两块石台飞出 碰撞在一起 众人心中又是一阵 这一次 出场的一个 乃是圆心 他的对手 脸色也黑了下来 圆心 对人看来 是能够与天命争锋的人物 碰到他 只能算倒霉 轰 圆心直接出手了 强势霸道 他的混沌神拳 攻伐无双 一出手就疯狂碾压对手 他的对手 虽然强大 但还是落在下风 完全不敌 圆心的修为 绝非一心虚地 恐怕已经是二心虚地了 有人猜测 很多人点头 这很正常 两年前 圆心就已经成帝 这两年 机缘不小 怎么可能会没有进步 不久之后 圆心的对手就败了 可雪退出了战台 圆心退回后 还有11人 接着又有两块石台 碰撞在一起 是他 太古体修 露明目光一动 露出感兴趣之色 其中一人 是那个太古体修 名叫鲍德 此人身高足足快有三米 光头 浑身漆黑 如一块黑碳一般 又如一块黑色的金刚 好像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太古体修 专修肉身 体魄无双 力量无穷 一力破万法 露明非常感兴趣 他的肉身 连续经过五次法则淬炼 又蕴含三道混沌之气 已经非常强大 但比起鲍德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鲍德的对手 脸色也很不好看 因为鲍德 也是被认为最强的几人之一 怎么后面三人 遇到的对手 都是最强的几人 哈哈 小不点 出手吧 鲍德咧嘴而笑 他不向着对方走去 如一尊俱人一般 轰 鲍德出手了 简单而又直接 直接一拳轰出 这一拳 直接将空间打穿了 他漆黑的拳头 就像是一座太古神山 向着对方压去 对方也不弱 可以说很强 爆发权力 与鲍德对抗 可惜 终究难以匹敌鲍德 鲍德拳头轰落 直接将最强法则都打穿了 他的对手脸色狂变 急速后退 差一点被鲍德轰飞出十台 脚步点 你不行啊 哈哈 鲍德大笑 高三米的身躯 直接向对方冲撞而去 速度快的惊人 空 对方竭尽全力 空出一招神通 但落在鲍德身上 居然无用 没有破开鲍德的防御 鲍德的身体 仿佛就是一把神兵 撞破了对方的攻击 然后狠狠地撞在对方身上 对方闷哼一声 身上响起了霹里啪啦的声音 然后大口吐血 身体直接飞了出去 飞出了战台 许多人到稀凉气 这鲍德还真是恐怖 力量无穷 才几招而已 就击败了对手 好恐怖的力量 纯粹肉身的力量 人群中 荒利 龙尘脸色都非常凝重 他们修炼极力法则 号称极限力量 但与鲍德一比 就不知道相差多远了 鲍德击败了对手 现场就剩下十人了 持强 诞生了 分别是天命 元心 无良 鲍德 那条真龙敖克 时空之子云浩哥 泡泡 冯心河 古魔 还有陆明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十人身上 整个圆山之地 无穷天骄 最强的十大天骄 万众瞩目 好了 现在十强已经诞生 给你们三天时间调息 三天之后 进行最后的对决 那个白发老者踏步而出 宣布道 吃尊太厉害了 还有泡泡 陆香香 欧阳墨里等人欢呼 兴奋不已 不过 大多数人 脸色都不好看 因为他们看好的天骄 都失败了 没有进入十强 前辈 我不服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一个青年踏步而出 向白发老者抱拳 我也不服 我也是 连续有几个青年走出 向白发老者抱拳 第2116章十强 众人认出 其中有三人 正是最后三个青年 分别被天命 原心 报德击败的三人 另外还有两人 众人认出 也是之前碰到天命 原心的两人 一共五人 你们有何不服的 白发老者问道 他们十人中 有些人的实力 不足以进入十强 不错 他们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没有遇到太强的对手 故而不服 几个青年 先后开口 众人懂了 这几个青年 是觉得他们遇到了天命 原心几人 太倒霉了 因为天命几人太强 所以他们才败的 而现在的十强中 很多人并没有遇到天命他们 所以 这几个青年 自认为自己只是输在运气上 不是输在实力上 不少人也这么想 目光特别在路鸣 泡泡 恒心和几人身上扫事 原来如此 白发老者点头 道 之前你们脚下的十台 有特殊妙用 所以一些人不会提前遇上 不过想来不战一场 你们也不会服气 这样吧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可随意挑战他们十人中的一人 若能取胜 可取而代之 此言一出 那几个青年目光亮了起来 同时 他们的目光 落在路鸣 泡泡 恒心和三人身上 露出强烈的战役 他们不服的 其实就是路鸣三人 他们自认为 比路鸣 泡泡 恒心和三人强 路鸣 虽然破天荒的掌控两种最强法则 但修为毕竟只是准低而已 虽然之前击败了牧羊 但他们哪一个不比牧羊强 还有泡泡 一个三四岁的小娃娃 也才一心虚地 他们无惧 恒心和也同样如此 只是一心虚地而已 至于古魔 虽然也相当于一心虚地 但修炼的是太古魔道 战力极其强大 他们没有把握 至于天命 袁欣 吴良 鲍德 敖克 云浩哥六人 他们不去考虑 这六人 两年前 就已经成递了 如今深不可测 我先来挑战 一个红发青年踏步而出 凭什么是你先挑战 我先来 我先来 一共有五个青年 纷纷大喝 都想先来挑战 先挑战 肯定是有优势的 可选最弱的 最后 白发老者让他们抽签 决定谁先来 最终 一个高寿青年抽到第一个出战 此人之前 被暴得强势击败 现在 他第一个挑战 目光在路鸣 泡泡 和恒星河身上巡视 最后落在恒星河身上 你也修炼永恒法则 出来一战 高寿青年开口 因为他也修炼永恒法则 正想和你一战 恒星河目光炯炯 踏步而出 身上弥漫出强大的气息 两人 都是修炼永恒法则 这一次来的天骄 修炼永恒法则的 不止他们两人 但无疑 他们两人是最强的 碰 碰 陡然 两人都动了 大战在一起 永恒法则不断地碰撞 大战无比激烈 一开始 两人是军力敌 连续交锋一百多招 难以分出胜负 但一百多招之后 恒星河开始占据了上风 压制对方 后 恒星河长笑 气势如狂 长发飞舞 眼眸如星辰一般璀璨 当年 他败在了陆明手上 就一直折服 全心苦修 终究蜕变 他比以前更强了 好 哈哈 恒家大帝大笑 非常畅快 又过了几十招 恒星河将对方击飞出十台 取得了胜利 第一次挑战 以失败而告终 让剩下的几个挑战青年 脸色有些凝重 本来 恒星河在他们眼中 是最弱的艺人 但依然挑战失败了 现在 轮到我了 那个被天命击败 有着一头火红长发的青年踏步而出 最后目光落在陆明身上 陆明 出来一战 火红长发青年盯上了陆明 还以为我是软柿子了 陆明铁嘴 心念一动 他脚下的石台 就向前飞去 红火长发青年落在石台上 一个石台 就相当于一座站台 陆明 你未成帝 虽然掌控两种最强法则 但我也能击败你 火红长发青年叫嚣 想要刺激陆明 刮噪 火红长发青年化 还没落下 陆明就冲向了他 直接动用混沌法则 还有正道法则 两种法则相容 施展混沌神掌 披向火红长发青年 火红长发青年爆发 施展权力 与陆明对抗 陆明施展混沌法则和正道法则融合 比之前施展死亡法则和正道法则融合的威力更强一些 因为混沌神掌 毕竟是混沌法则的神通之术 陆明的攻击 如狂风暴雨一般 不断地攻向火红长发青年 顷刻间 他就轰出了上百掌 碰碰 连续上百声碰撞 最后火红长发青年手臂发麻 差点被震断了 他身体不断震动 也不断倒退 自一开始交手 他就被陆明压制 完全处在下风 难以反抗 最后一直退出了石台 管敢挑战我 也不怎么样吗 陆明铁嘴 随着石台 飞了回去 陆明没有用出混沌法则和死亡法则融合 难道他真的没有将这两种法则融合在一起 两种最强法则 自然没有那么容易融合的 不过就算这样 他的实力还是非常强 比恒星和略强一筹 一些人议论 剩下挑战的人 脸色更难看了 几个认为最弱的 都有这样的实力 难道他们挑战 不会成功吗 接着 有一个青年挑战泡泡 泡泡依然没有画出本体 凭借时空法则的玄妙莫测 和对方玩了一两百招 最后也是莫名其妙的将对手送出了石台 取得了胜利 还有两个挑战者 面面相去 最后一叹 摇头放弃了挑战 连路名 泡泡 恒星和都这么强 那挑战剩下的人 更没有把握 只能被虐 还不如不挑战了 至此 石墙正式诞生 经过一轮挑战 没有人在怀疑 路名他们的战力 他们是名副其实 原路年轻一辈 最强的石人 他们石人 互相打量 彼此碰撞出灿烂的火光 特别是圆心 目光扫向路名 露出冷冽的锋芒 第2117章石墙对决 特别是恒星和 目光最多的 也是望向路名 路名 这一次 我会击败你 恒星和开口 眼中锋芒破人 等你出手 路名回答只有两个字 非常简单 说实话 到如今 他已经没有把恒星和 放在眼里 路名现在的对手 是天命 是原心 云浩哥 目光则望向泡泡 有贪婪之色闪过 小家伙 你应该是一种神兽吧 居然能够掌握时空法则 这样吧 做我的宠兽 陪我一起征战天下 云浩哥开口 他的确心里火热 若是有一只掌控 时空法则的宠兽跟着他 与他一起修炼 对他的帮助极大 你做我的人宠还差不多 泡泡撇嘴 一脸不屑 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 云浩哥冰冷开口 路名哥哥 那人是不是傻缺 居然要我做他的宠兽 泡泡身形一闪 就出现在路名身上 小身子如八爪鱼一般 挂在路名身上 的确是傻 路名微笑 摸了摸泡泡的小脑袋 众人恶然 原来路名和泡泡 关系居然这么好 难道泡泡 是路名的宠兽 是路名养的 这样可就恐怖了 两人分别进入了石墙 云浩哥脸色阴沉下来 目光冷漠的扫向路名 而另外一边 鲍德 敖克 古摩三人 也是互相凝视 战力迸发 三人 都是修炼太古体系的 都是天才 自然想要分出个高下 痴人之中 唯有天命 立于那里 脸色平静 始终带着笑容 仿佛置身事外 剑场 所有人都非常期待 还未开战呢 就剑拔弩张了 最后十强争霸 绝对会非常精彩 堪称史诗对决 原界历史上 从未有那么多天骄诞生 也从未举办过实地会战 这一场大战 是前所未有的 许多上苍之子 都沦为陪衬 这要是放在几十年前说出来 估计要被笑死 在以往的年代 一个上苍之子 那就是传说 是镇压一个时代的人物 但在这个年代 却是沦为陪衬 这让无数人激动 这注定要再入史册的一战 流传万古 你们调西巴 三天后 一战 白发老者再一次宣布 众人纷纷找地方休息 陆明向着秋月他们走去 少爷 我就知道你没事 秋月欣喜非常 直接扑进陆明怀里 也顾不得他人一样的眼神了 陆明 黄灵走来 眼神有些复杂 但一闪而逝 被他隐藏起来 接着 其他人也纷纷过来 和陆明打招呼 师尊 陆香香和欧阳茉离向陆明行礼 边上 很多人并不知道 陆香香和欧阳茉离 是陆明的弟子 此刻看到 一个个瞠目结舍 陆明年纪轻轻 本身就非凡 现在居然还有两个上苍之子的弟子 实在让人惊恶 即便是那些大帝都非常羡慕 你们俩 好好修炼 争取早日成帝 陆明看向陆香香和欧阳茉离 同时 他又想到了自己 他成帝 似乎很难啊 看着趋势 估计要被两个弟子超越了 这让他的老脸 也是微微一红 接着 陆明又向吴香大帝 空搏几人行礼 陆明 这一次 竭尽全力 实地会战之后 还有大机缘等着你们 吴香大帝微笑 给陆明传音 陆明吃惊 还有大机缘等着他们 不过想想也是 之前只是筛选 都能够进入一角原界初开流下的世界 修为快速提升 现在到了最终决战 岂会没有机缘 我会全力以赴的 陆明点头 随后 陆明选了一块地方 盘坐于空中 运弓调膝 将状态调整到最佳 转眼间 三天便过去了 最后的巅峰对决 即将展开 白发老者立于天命山之顶 挥手之间 天命山顶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战台 长宽百里 橙子金色 充满了尊贵之意 简然 后面的对决 便在这战台上进行 最后十强排位战 采用轮流对战的方式 每一人 都要和其他九人战一场 按胜率排名 白发老者道 陆明点点头 不出他所料 果然是采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来定排名 是最公平的 完全靠的是实力 不会有运气一说 这种方式 也是被采用最多的方式 陆明一路走来 碰见这种方式 不是一两次了 还有 你们之间的大战 不准伤人性命 白发老者又补充了一条 很多人点头 这最后的十人 每一个都天赋绝世 若是因此而陨落 那是莫大的损失 所以才有这样的规定 陆明暗道可惜 他本来还想趁此机会 解决恒星河呢 好 现在对决的顺序 由老夫来排 第一站 恒星河对陆明 白发老者宣布 陆明目光一亮 没想到 第一站便是他 而且对手 还是恒星河 不会是白发老者有意的吧 陆明嘴角勾起 这样也好 先拿恒星河开刀吧 刷 陆明一步跨路 落在站台上 恒星河的身形 也落在站台之上 他眼中 充实着强大的战役 仿佛火焰 雄雄燃烧起来 陆明 这一次你必败 恒星河大喝 战役凌云 当年你就已经败了 现在 你更加不是我的对手 陆明摇头 声音漠然 许多人一愣 露出恍然之色 看来陆明和恒星河 早就战过了 恒星河和陆明 都来自原山之地 自然早就交锋过了 看来 恒星河不是陆明的对手啊 以前就败过 很多人议论 哼 那一次 是陆明取巧了而已 恒家的人不愤 解释道 而原山之地的大小势力的强者 更是聚精会神的看着 陆明和恒星河 全部来自原山之地 在以前 恒星河一直被称为 原山之地第一天交 自从陆明崛起后 这一现象 才得以改变 这一战 谁胜 谁就是原山之地的第一天交 恒星河 那我就碾压你吧 让你明白 我们之前的差距 陆明淡淡开口 碰 碰 接着 他踏步而出 每一步踏出 他身上 就会多出一条法则之河 第2118章 在拜恒星河 陆明踏步向前 每一步踏出 陆明身上 就会多出一条法则之河 第一步踏出 混沌法则成河 环绕在陆明身体上 第二步踏出 又一条法则之河出现 是死亡法则之河 混沌与死亡 两条最强的法则之河 环绕在陆明身体上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因为 这是人界古往今来 从原有出现过的景象 堪称奇迹 不少人甚至拿出了吸引时 要将这一切 记录下来 接着 让人震动的一幕出现了 两条法则之河 居然融合在一起 化为一条两色的法则之河 融合了 两种最强法则 融合在一起了 有人激动的大吼起来 天啊 逆天了 两种最强法则 真的融合在一起了 奇迹啊 无数人大吼 就连很多大帝 都难以平静了 睁大了眼睛 两种最强法则 融合在一起 这堪称神话 这一刻 袁新 暴德等人 都心神震动 安米头发 这家伙怎么一直这么变态啊 无良和尚念了一声佛号 一张脸苦了下来 就连一项古井无波的天命 此刻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恒星河也同样心神震动 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拜你 怒鸣踏步而行 如一道闪电一般 杀向恒星河 永恒神中 恒星河长笑 他不愿放弃 他还要抗争 在他身上 浮现出一口神中 上面有古朴的花纹 当 永恒神中震动 爆发出恐怖的杀伐之音 比起当年 恒星河永恒神中的威力 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 不过 如今露鸣混沌法则和死亡法则融合 加上他凝炼无比的胜力和肉身力量 爆发出出来的战力太强了 露鸣直接无视恒星河的攻击 身体不停 继续冲击 那些杀伐之音 落在露鸣身上 直接被两色法则之河挡住了 根本破不开露鸣的防御 顺西间 露鸣就临近恒星河了 轰 露鸣洞用混沌神掌 两种最强法则融合 一掌轰击在恒星河的永恒神中上 东 永恒神中疯狂的震动 爆发出恐怖的音波 席卷八方 一些真谛 大地 身上弥漫出一层光芒 挡在前方 将音波挡住 不然的话 很多人都要受伤 羞为弱的 甚至要被音波活活震死 卡擦 永恒神中上 响起了卡擦的声音 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裂缝如猪网一般 布满了永恒神中 碰 最后 永恒神中直接炸裂开来 化为光点消散 露鸣的掌力不停 轰击在恒星河身上 恒星河身体就像是一个稻草人 飞了出去 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大口吐血 败了 恒星河败了 只是一招而已 很多人都愣住了 两种最强法则融合 威力这么恐怖吗 有人声音干涩 难以置信 恒星河 怎么说也是闯进石墙的绝世天骄 面对陆明 却一招被击败 这个差距 让人心惊 让人骇然 元界自古以来 无人掌控两种最强法则 也无人融合成两种最强法则 谁也不知道 两种最强法则融合 会有什么样的威力 有人民众开口 众人深吸一口气 的确如此 而且 他们想到 不明能掌控几种法则 几种法则成何 每一次都会淬炼胜利和肉身 难怪陆明的战力这么强 他们终于明白 你败了 陆明淡漠开口 目光淡然的看向恒星河 恒星河又一口鲜血喷出 这个结果 他真的难以接受 当初 他是人山之地的第一天骄 高高在上 俯视他人 初见陆明之时 他根本对陆明不屑一顾 就算知道陆明是混沌之子 他也不在乎 认为他自身足够强 能镇压一切敌 不会败 但后来 在莲花世界中 他败了 被陆明击败 不过 那时陆明施展了某种秘术 他始终认为 陆明是借用了外力 凭自身的实力 他不会败 这些年 他一直闭关苦修 特别是当他知道 有实地会战这回事 他更加艰苦修炼 就是要在实地会战一名惊人 更要将陆明彻底镇压 踩在脚下 即便这一次 天才如云 超出了他的想象 但他依然强势地闯入了前十强 可惜 他的对手 陆明 却表现得更加惊艳 虽然未成帝 却掌控两种最强法则 前五古人 而现在 更是一招将他击败 战力之强 足以俯视他 这一刻 他的自信心 他的信念 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可血不断 该死 恒家大帝怒吼 不明 简直是恒家的克星 痴尊威武 痴尊无敌 陆香香和欧阳莫黎 在那大呼小叫 比他们自己赢了还高兴 你还要再战吗 陆明继续踏步向前 两色法则长河环绕 宛如天神下凡尘 恒心河还没认输 他若在想战 正和陆明之意 可以狠狠地虐恒心河 可惜 恒心河没有给他机会 我败了 恒心河非常不甘 但也只能认输 不然的话 只是受虐而已 我说过 能拜你一次 就能拜你两次 以后你永远都不会是我的对手 陆明非常臭屁地留下一句话 然后飞出了站台 恒心河脸色难看 也退出站台 服下一颗丹药 就地疗伤 这只是他首站 后面还有大站等着他 第一站 陆明胜 第二站 泡泡对云浩哥 白发老者接着宣布 许多人立马眼睛一亮 他们发现 接下来每一场对决 都很吸引人啊 泡泡和云浩哥 都掌控了时空法则 而且 有大地言 泡泡的本体乃是一种神兽 来头很大 让人心痒痒的 都想知道 泡泡的本体是什么 泡泡 加油 陆明摸了摸泡泡的小脑袋 放心 那家伙阴阳怪气的 我一定奏扁他 啾啾 泡泡叫道 不远处 云浩哥满脸黑线 什么叫他阴阳怪气的 他哪里阴阳怪气了 他冷着脸 踏上了站台 泡泡也踏上了站台 第2119章时空法则之间的碰撞 给我当受宠吧 我们同样修炼时空法则 对你我都有力 云浩哥再一次开口 到过来也是一样 你给我当人宠不就得了 泡泡嘟嘴道 云浩哥脸色阴沉 道 你不同意 那就打道你同意 抓 云浩哥动了 他身形移动 四周的空间 就如水波一般荡漾起来 他的身体 仿佛是穿梭空间而行 快得不可思议 许多人刚看到他移动而已 下一瞬间 云浩哥的身体 已经到了泡泡身前 大手一抓 向着泡泡抓下 眼看 泡泡都来不及躲避 直接被对方大手抓中 但碰的一声 云浩哥却抓了个空 泡泡的身影如幻影一般 破碎开来 不过是一道镜像 泡泡早已离开了这里 就在云浩哥抓中泡泡 镜像的时候 泡泡的身影 突然在云浩哥身后出现 小手探出 一掌轰向云浩哥 但云浩哥的身影 也同时碰得一声破碎开来 这也是一道镜像 云浩哥的身影 也已经离开 抓 抓 瞬间 泡泡身后 云浩哥的身影出现 不仅如此 站台其他地方 足足出现了十几道云浩哥的身影 真好玩 啾啾 泡泡叫着 小巧的身形 也消失了 下一刻 也有十几道身影出现 分别扑向云浩哥的身影 瞬间 站台上 身形闪动 一道道身影不断的闪现 但又不断的被击溃 但最终发现 都是镜像 没有一次 击中真身的 很多人羞为弱的 看得眼花缭乱 完全看不出真身和镜像 只能看见 站台上 空间如水波一样荡漾 一道道身形在闪现 在攻击 瞬息之间 就是几十道 上百道身影在交错 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 速度快到了极点 到最后 完全看不到两人的身影了 陆明将胜利运转到眼睛中 才捕捉到两人的身影 好厉害 两人对时空法则的运用 都到了一个极其高深的境界 有真谛人物开口 惊叹不已 时空法则 本来就极其玄妙 一般人面对掌控时空法则的人 碰都碰不到对方 这时空间与时间的运用 时空的互相碰撞 只是一分钟而已 两人已经不知道交手了多少招了 让我破了你的时空法则 云浩哥有些不耐了 他所有的身影消失 只留下一道身影 空 他身上的气息 更加狂暴看 汹涌澎湃的世界之力 伴随着时空法则一起冲出 以他为中心 空间不断的崩碎 不断的炸裂 就连时间 都被搅乱了 二星虚地 这是云浩哥的现在的境界 他要以强大的境界 碾压泡泡 碰 碰 以他为中心 就像掀起了十二级狂风一般 席卷向泡泡 所过之处 空间炸裂 时间混乱 泡泡的镜像 一一崩溃开来 泡泡的真身显现 在时空乱流中沉浮 给我拜吧 云浩哥冷漠开口 一步跨入 就出现在泡泡身前 手掌中 有一把剑 这是时空之力凝聚的战剑 锋利无比 向着泡泡斩去 泡泡小手一挥 手中也凝聚出一把时空之剑 与对方碰撞在一起 碰 拘空震动 泡泡修为最终还是差了一些 只有一星须地 力量上不敌对反 被对方击飞 云浩哥击飞泡泡后 紧追不舍 再一次向着泡泡杀去 连续几招 泡泡被压制了 落在了下风 云浩哥以更强的修为 不断地崩碎四周的空间 搅乱时间之力 迫使泡泡与他正面对决 泡泡加油 陆香香 欧阳墨里等人大叫 为泡泡打气 给我当受宠吧 云浩哥目光冷峻 逼是泡泡 啾啾 泡泡叫着 眼中泛起怒意 他身上 泥满出白色的光辉 下一刻 泡泡直接画出了本体 一只小巧的灵鼠 毛发雪白晶莹 闪烁着点点光泽 异常可爱 这 难道是时空灵鼠 持强战兽之一的时空灵鼠 有人惊呼 现场再度哗然 居然是时空灵鼠 云浩哥的眼中 更加火热了 满是贪婪的光芒 恨不得将泡泡占为己有 在原路 有些天骄 能够觉醒时强战兽的雪脉 原界浩瀚无垠 这样的天骄不少 但觉醒时强战兽雪脉的天骄 毕竟只是人类而已 只是觉醒了一丝雪脉而已 与时强战兽本身 相差太大了 天下间 神兽无数 但时强战兽 只有十只 时强战兽 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 天底间 同一种时强战兽 不可能有两只出现 每一只都是唯一的 唯有一种时强战兽陨落后 才有可能诞生初心的 在远古年间 时强战兽 每一只都是世间的巅峰强者 可以想象 时强战兽的强大和天赋了 而现在 是一只幼年的时空灵鼠 这太少见了 时空灵鼠 是我的 我的 云浩哥心里大吼 时空灵鼠 天生掌握时空 他若是能得到 对他的帮助将大的惊人 给我投降吧 云浩哥继续向着炮炮杀去 人宠 投降的是你 炮炮叫道 他身体发光 一道道白色的光芒弥漫而出 虚空再一次像是水波一般荡漾起来 刷 炮炮炮的身形消失了 穿梭时空而行 乐无痕迹 同时 四面八方 无穷的空间在收缩 向着云浩哥挤压而去 给我破 云浩哥大喝 一身二心虚地的胸围全面爆发 伴随着他的时空法则 要将四方的空间爆碎 但下一刻 他的脸色变了 他感觉 他的时空法则被压制了 甚至更害人的是 他的时空法则被反操控了 他爆发出的时空法则 反而向着他自己压迫而来 碰 云浩哥身体狂震 无穷时空之力压迫在他的身上 将他的世界之力都击穿了 他的身体飞了出去 大口吐血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都猛了 刚才 明明是云浩哥战据上风 怎么转眼间 情况就完全反了过来 云浩哥被泡泡一招击伤 这个反转 也太快了 第2120章泡泡线本体 云浩哥被克制了 有大地人物开口解释 克制 有些人疑惑 有些人则若有所思 持强战受质疑的时空灵鼠 天生掌控时空 云浩哥虽然是时空之子 也是天生掌控时空 但与时空灵鼠比起来 还有一些差距 所以 在时空法则上面 他被克制了 那位大帝 再一次解释 众人恍然 时空灵鼠 献出本体后 实力才能真正的发挥出来 将时空法则发挥的淋漓尽致 甚至反操控云浩哥的时空法则 可以说是此消鼻掌 云浩哥已经完全不是泡泡的对手 刷 泡泡穿梭时空而行 他身体小巧 但所过之处 时空伴随 空间如水一般裹着他 无尽的时空之力 向着云浩哥杀去 云浩哥大吼 他有些不甘 想要翻盆 可惜 终究无用 此刻 他操控时空法则不灵了 操控起来 异常艰难 没有了时空法则 他如何是泡泡的对手 再一次被轰飞 大口可血 就你这样的实力 还想收我当受宠 不自量力呢 我说了 当我人宠还差不多 快点跪下叫主人 啾啾 泡泡兴奋无比 穿梭虚空而行 小爪子向着云浩哥拍下 云浩哥怒吼 怒火冲天 全力爆发 但无用 溺不了天 被泡泡全面压制 最后脸上还被泡泡挠了一爪 留下了一道爪印 你脸上有我的记号 你现在是我的人宠啦 啾啾啾啾 泡泡兴奋的大呼小叫 云浩哥气得要吐血 很多人都无语了 他们算是看出来了 相对于时空灵鼠来说 泡泡还在幼年期 并非故意羞辱云浩哥 而是本心如此 但在云浩哥看来 是赤果果的羞辱 他大吼 恨欲狂 但最后还是屈辱的冲下了站台 直接认输了 他明白 再打下去 只能自取其辱而已 那个家伙 对 那个家伙和时空灵鼠关系很好 等一下 从他身上报复回来 云浩哥怒火攻心 目光扫向了陆明 他打不过泡泡 只能之后从陆明身上找回场子了 陆明发现了云浩哥的目光 不由无语了 这家伙盯着他干嘛 还一脸的怨念 陆明撇撇嘴 没有放在心上 若是这家伙不识去 到时碰到他 他不介意再扁对方一顿 这一场比试 泡泡取得了胜利 刷 泡泡重新化为人形 挂在陆明脖子上 陆明哥哥 我厉害吧 啾啾 泡泡嘟着嘴 厉害 厉害 泡泡最厉害了 陆明笑道 泡泡最厉害了 来 让姐姐抱抱 陆香香走过来 看着泡泡 两眼放光 见过泡泡的本体 太可爱了 陆香香简直两眼闪烁小星星 小家伙 没大没小 你要叫我阿姨 啾啾 泡泡嘟起嘴 鄙怡的看向陆香香 陆香香立刻苦着一张脸退走了 惹得秋月 黄陵等人 一阵娇笑 此周 其他人看向陆明的目光 充满了羡慕 陆明 不仅有两个上苍之子为弟子 似乎和时空灵鼠的关系也好得很啊 特别是云浩哥 眼中尽是极度的火焰 第三场 原心对古魔 白发老者又宣布 剑场一进 众人的注意力 被拉了回来 两道身影踏入场中 正是原心和古魔 空 唯有太多的话语 直接动手了 发生可怕的碰撞 棍盾之死原心 神拳破空 威力极其惊人 如一座座大山一般 压向古魔 古魔浑身布满魔光 修炼的乃是太古魔道 公伐之力惊人 与原心激烈交锋 开始十招 两人难分胜负 十招之后 原心不再保留 一身实力全面爆发 二心虚地 这就是原心的实力 而且已经到了二心虚地的巅峰了 两年前 原心才刚突破五帝而已 修炼两年 便已经到了二心虚地巅峰了 这个速度已经非常惊人 五帝境界 每一次突破都非常艰难 需要大量的时间 有些五帝困在一个境界几十万年 都不能突破 最后死在雷劫之下 这也是因为进入那片空间 原心才能那么快突破 实力全开的原心 是极其可怕的 完全压制古魔 并非古魔不强 他很强 同级一战 没有多少对手 可惜 他修为还是弱了一些 只有一心虚地 难以对抗原心 几招之后 古魔可雪而退 被原心击败 可惜 古魔的修为还是弱了一些 若是达到二心虚地 未必不能与原心争锋 太古魔道的威力 还真是惊人 一些人议论 很看重古魔的潜力 但下一刻 众人更加期待起来 还剩下四人 天命 无良 暴德 敖克 这四人 都是十分可怕的天骄 两年前 已经突破了五地 接下来 这四人要对决了 绝对会是真正的巅峰之战 无良 敖克 白发老者宣布 众人的心 立刻提了起来 无良和尚 是佛门这些年突然崛起的天骄 展露出盖世无双的天赋 他天天对外吹牛 说他是佛神转世 前身乃是盖世大能 通天彻地 虽然人贫有时让人诟病 但天赋战力 却是实打实的 站在了原路的巅峰 而敖克 一条真龙 修炼成太古妖道 妖体无双 同样强大无比 这两人 谁能取得胜利 众人期待无比 两道身影踏入了战台 安米头发 施主 你我有缘 不如就做我的护法神兽如何 无良和尚一脸正色的道 和尚 你在侮辱我吗 我会拧下你的头颅 欧克脸上露出争鸣之色 欧克 来自神兽之地 神兽之地 栖极着各种强大的神兽 如真龙 凤凰 麒麟等 在神兽之地都可见 而他 乃是神兽之地的第一天骄 现在 无良和尚一开口 就要收他为护法神兽 他如何不怒 安米头发 施主 你一开口就要拧下我的头颅 杀心太重了 更要归异我佛 练去杀心 无良和尚一脸正色 陆明 龙臣鄙夷 这和尚 肯定没逼好屁 练你的头 杀 欧克大吼 龙吟震天 他直接画出了本体 乃是一条紫金针笼 你这一条紫金针笼 这个信息 如果您的重温滑 具绝 认颂